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向缓解 单日确诊持续维持个位数 卫生总监杜诺西山在例行记者汇者出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国内新增三个人染病 全都属于境外输入 也就是说今天取得零本土感染个案 此外也是我国最大感染群的 大城堡清真寺万人集会感染群 随着将近99%的患者痊愈 加上没有活跃病例 今天也宣告结束 至于近来闹得飞飞扬扬的非法外劳争议 诺西山也为政府护航 强调政府一致同仁对待 没有歧视外劳 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指出 截至中午12点 国内则有三人感染新冠肺炎 而三宗确诊病例全都属于境外输入 涉及的都是我国公民 截至目前 国内共累计8677宗确诊病例 同时今天也有五人康复出院 累计出院人数为8486人 占总病例97.8% 至于活跃病例 维持双位数共70宗 而今天也没有死亡病例 维持121宗 随着国内疫情趋向缓解 诺西山也少来一项好消息 表示国内最大感染群 也就是大城堡感染群 今天宣告结束 多西山表示 卫生部截至目前已经对这个感染群和次感染群检验了42023人 当中3375人呈阳性反应 而确诊燃病的病患中 有多达2187人或64.8%属于无症状病患 至今累计34人死亡 包括31名我国公民和3名非公民 患者当中以20到29岁的占多数 至于死者则以60到69岁居多 另外我国政府被指控不忍到对待外劳的争议 闹得沸沸扬扬 洛西山也发声捍卫政府 表示政府仪式同仁对待所有人 不存在歧视外劳的说法 您能够想象中的伤症伤 277人在社区的社区 比较在检查 今天在检查 我们已经能够控制拥有效 但是如果是在社区的社区 277人在社区 他们会在社区的社区 所以这就是原因 我认为我认为 保持人的重要 为我们试试那些 然后我们试试的 相似在我们试试 在我们试试的 试试是自由的 我们有试试 当我们做的EMCO 或TMCO 或SMCO 因为当我们来到那个区域 任何人 都会试试 洛西山既不解释 如果是合法外劳 检验后如果呈阳性反应 便会获得释放 不过如果是非法外劳 就会交由移民厅处理 检验这时无确诊的话 便前送回国 在那儿 在那儿 中文字幕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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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